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 我是天天 非常的高兴和你相聚在空中 之前跟一个朋友啊 去逛街 逛街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聊那个买衣服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说 这个衣服是什么样风格的 是哪种类型的 这穿衣服呢 分很多种不同的风格 你晓得自己的穿衣风格吗 除此之外呢 在艺术中绘画也有不同的绘画风格 什么浪漫派的野兽派的 超现实主义派的 有好多不同的风格 那你有没有听过 爱情又有分不同的风格呢 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爱情风格的人呢 今天真爱QMA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爱情风格 社会学家跟心理学家透过观察跟研究 人在面对爱情的态度 还有在爱情当中喜欢的互动模式啊 归纳出了这六种爱情风格 分别是浪漫之爱 游戏人间之爱 友伴之爱 狂恋衣服之爱 牺牲奉献之爱 以及务实之爱 又称为现实之爱 当然啦 每个人对感情的态度有所不同啊 所以就有不同的风格 那这个爱情风格呢 也会随着我们年纪的不同 有不同的改变 就着你目前对感情的态度 你觉得自己比较倾向哪一种的爱情风格啊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哪一种爱情风格的人 是适合你的另一半呢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了解你喜欢的对象 你的另外一半 他的爱情风格是什么 你将会更懂得如何跟他相处 甚至知道怎么样来追求对方 好 今天光临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 务实之爱 属于务实型这种现实型的人哦 在面对爱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而如果你是比较倾向属于务实型的人 你该怎么做 有助于你面对感情呢 我们就来听听光临老师的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临 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哪一个风格呢 我们今天要谈务实型的风格 务实型 如果你问一个人说 爱情比较重要 是面包比较重要 看他们怎么回答 当然没有人会说只挑一个 两个都很重要 但是他会说 还有很多实际的因素需要考量 务实型 看爱情的时候不是只有感觉 有就好了 他还有很多很多他在意的东西 他要考量进去 直到他看见在他们关系里面 或这个人的特质条件里面 有他要的东西 他才要进到这个关系里面 这个叫做务实型的情人 其实我们在婚姻家庭学上 有一个理论叫做斜坡理论 斜坡理论就是 大家在择偶的时候 在择偶市场上面 就是说男生要比女生高 身高高 学历高 年纪要大一点 都是外在的这些一些条件 另外我们刚刚讲的元素 一个再来是内在的 内在的 例如他的个性 优不幽默 你喜欢内向还是外向的 这个人的是喜欢户外型运动 还是喜欢室内型的休闲 所以这些都是相关的元素 所以一个人 他有一个理想型的概念在他里面 然后他看到一个女孩子 或男孩子出现的时候 他就开始比对 超过几项他觉得OK 他才会愿意继续发展关系 可是他不是他进去就结束了 他进去之后 他更深的去认识 他常常会去想说 好更多认识之后 看到底条件有没有合适 有没有更深的一些条件 因为有一些认识的 才会知道的这些特质 结果就会在比对 如果OK 他才会继续往前 但是他如果有发现 啊不行 例如这个 有些人就觉得 不能有不良的习惯 一直打电动 一直打电动 花很多时间在游戏上面 或者他没有办法存钱 那他可能觉得 那这样不行 他就要结束了 所以这是务实性的情人 在日本现在 他们有一个新的概念 以前我们都是山高嘛 学历高 身高高 薪水高 但是现在慢慢的 日本在推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山手 从山高变成山手 手掌的手 那三个手呢 就是要能够 爱情牵手 成为家务帮手 生涯能够牺手 所以就会从外在的条件 开始往内看 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在 我们再讲 爱情风格上 能够配合 在两个 因为家里面有很多事啊 财品院加入场很多事情 因为可不可以两个 开始合作 一个在内 一个在外 或彼此合作 这个人的特质 能不能够跟我走 一辈子 就是生涯能够牺手 当我们在列条件 你会发现自己 开始从外在的 很多的特质 开始往内在的特质 或者是从 刚认识的外在特质 交往越来越久之后 开始看 内在的特质 所以我想 无论你自己到底 有没有明明白白 把条件列了 其实 每一个人在脑袋里面 都有那个理想型嘛 到底你要不要把 十个你觉得 一定要的条件列出来 然后再列十个 你一定觉得 不可以的条件 把它列得清楚 那当列出来的时候 它是你在寻找 只有对象的 一个参考点 其实我觉得 列条件 它是一种 认识自己的一个方式 你每一个阶段 你所列的条件 你可以再回头去看 你发现 好像改变了 也许以前 你会很注重 对方的外在的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吗 在重新去 列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发现更多的是 注重它的品格 所以是不是 在列条件的时候呢 它也是有一些的 基础点呢 光临老师 该怎么样的列条件 才是有帮助的 现在如果 我在分享列条件 我觉得比较核心 就是要去列 能够帮助你们的关系 更靠近 更亲近 或能够跟你的风格 跟你的个性配合的特质 例如像我 我是一个想很多 然后说话太逻辑的人 所以我就列了一个条件 说我需要找到一个 能够听得懂我说话的人 不是说我讲话很重要 而是如果我讲的话 对方不明白 听不懂 听不懂 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 我的心就没有办法 有满足的感觉 当然不一定 他一定要很厉害 又可以回回来 不用 但是至少我说什么 他能够理解 另外像我 我是一个比较爱交朋友的人 所以像我就列了一个条件 是我的 要找到这个情人 他需要跟我的朋友们 都可以打成一片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在谈 列条件特质 第一个 跟你的特质能够符合 跟你要的生活形态 能够符合特质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但是我也想要提醒 就是我觉得 有些人会列了太高的条件 然后没有考虑到 自己的状况 就会看到很多圣男 跟圣女留在那里 这是很真实的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谈 像我自己姐姐 我不是要说他不好 而是说 他的条件 特别在外在的条件上面 在收入的条件上面 在个性特质条件 他都列得蛮高的 那以至于他 在婚恋市场上面 他在交往 或相亲的过程里面 其实每个出现都不合 所以最后他 还是一个人 他可不渴望 进到关系渴望 想不想要有关系 想要 但是因为那个条件太高了 所以任何人都塞不进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 也是务实性的 听众朋友们 你可能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不是说 你一定要降低你的标准 而是那你要知道 你的标准这样列出来 你在选择的过程里面 可能困难度就高很多 对 那事实上是什么呢 不可能有一个人 完全照着你的条件出现的 可能有些人在我生活里 他们不是那么符 但是他其实也跟我很合 我应该去maybe调整一些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像某所调整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 那到底我真正看中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列条件是要去列 你真正核心觉得在意的 真正你真的无法忍受的 把它列出来 那其他的可能要求不要太多 不然就很难去做一个决定 要不要跟一个人在一起 那老师在最后针对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至于务实型的朋友 给他们一点建议跟鼓励呢 给务实型的伙伴们的建议就是 你还是要多感受一下你的心理的感觉 你的理智跟你的感受要平衡 第二个就是我要给这些务实型的听众朋友的建议 就是说外在条件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三首 那个三首就是爱情能够牵手 就他能够经营关系 他有爱的能力 然后呢他是家事的帮手 在生活上你们可以彼此的帮助 在最后他愿意跟你生涯洗手 建立一个婚姻家庭 我觉得这三个是关键的事情 是谢谢光临老师 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谈到这个务实型的伴侣 在收音机旁的朋友 也许呢你正是这个风格 如果你有任何话想跟我们的光临老师分享 你想要请教他的话 或是说想要跟天天聊一聊都欢迎你写信给我们 再次谢谢光临老师 很期待可以收到大家的信哦 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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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摆上